臺北股市 hello大家午安大家下午好 歡迎收聽股海飛揚 我是紫陽 那麼臺北股市基本上 其實你看到今天臺北股市的拉回修正 應該不意外 為什麼不意外 因為你有聽我節目的 你有看我节目的 其实我已经讲了两三天了 我已经更贵报告这个行情 你的看待方式很简单 指数因为它涨了一千多点 而且它过了前高 那你过前高涨了一千多点之后 那其实市场当然它就会有一些 你说啊任何的杂音 它都会告诉你说去解读 它为什么指数修正 我只更会更贵报告 就是说这个拉回 你真的不用去想太多了 因为你不能要求一波行情里面 都不能修正不能跌嘛 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就是说为什么台币一直升 那为什么台币一直升 就代表什么 为什么钱一直要进来 对不对 然后呢你看亚洲的 你看港股 为什么港股一直下去 一直跌 你说那不升息 那不升息 那全球资金 像香港的市场 按照以往的一个经验 它也是全球的资金的一个 一个停住的一个重点市场啊 那今年不是哦 你会发现这一波不是哦 港股一直在下去 一直在跌哦 那代表其实资金选择在哪里 它没有选择香港 那所以没有选择香港的一个前提之下 那台币一直升值 答案很明显了嘛 对不对 那所以当资金一直在溢住在这个市场的时候 你说这个市场能够坏到哪里去 那如果说这个市场它不会坏 那资金又一直进来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每一次的修正 其实都会酝酿下一次的起涨 所以每一次的修正 就是买点 就是找机会 只是说你每一次的修正的时候 你要找什么股票去买 对不对 关键在这里了 所以你要先厘清的是 第一件事情是 但大家这个修正是可不可以买的 那刚才已经更规报告了嘛 这个修正当然是可以买 好了这个修正可以买 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那买什么呢 对不对 买什么呢 好 那买 要买那个会涨的嘛 要买那个能够 能够未来会一波上去 持续创新高的嘛 对不对 对 你又跟我说老师 你在讲这个废话 我当然是知道啊 我要买这种啊 那我就不知道哪一个股票 能够这样的涨啊 所以问题就是我现在跟你讲的 好 不要急 呃 我先用我们自己的交易 我自己的交易 来跟各位分享 好 我说我没有做的事情 我没有做的我不跟你讲了 好 我就讲我 我节目中我就讲过 我讲的都是我们实际有在做的交易 我拿我的交易 来跟你分享 来跟你分享 哦 来 呃 今天有一段标的 再创本坡上来的坡段新高 好 那因为整个距离拉开了 所以我今天正式跟你公开介绍 我节目中常常讲 我说我邀请你的同的时候 你可以来跟我同步 再做一个骑掌去买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考虑赶快来 好 那布局完了 他向上垫高 一步一步向上爬 向上爬 向上爬 越走越高之后呢 哎 我就会挑一个时间点 在节目中跟各位做一个公开介绍 是哪一档标的 那像这种标的 当初我也是跟各位邀请你赶快来 我说很多标的是渐渐都 他正准备要上去的 波段准备上来的 然后呢 经过做手运作之后要上去的 那好啦 那今天台北股市修正了 可是你看他逆势大涨再创波段新高 他就是代号6233的旺九 6233的旺九 旺九基本上他是你可以把它分成 分类在这个高速传输的概念 可以半导体的一个高速传输的一个概念股 6233的旺九 我先让你 你今天如果你有看我的解盘影音画面的 那你现在可以 我现在提供给你看画面 如果说你是听广播的光听声音的 你可能稍微想象一下 那如果是你想要看我们的影音画面的很简单 那听众朋友你可以去签加赖 加我的赖之后呢 然后你就点选赖上面的一个解盘的影音的部分 然后YT的解盘影音就看得到画面了好 那 这是6233的旺九 旺九今天是不是再创 这波上来之后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已经悄悄的悄悄的走了一波上来了 悄悄走一波上来了嘛 对不对 从27块多拉到今天30将近37块了 等于这一波上来20几块的股票 涨到30几块涨了将近10块了 也说你这一张这这档股票 当初为什么当初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他酝酿转折起涨 这是关键 两个因素应该怎么讲呢 我先讲筹码再讲背景 先讲筹码再讲背景 为什么因为等下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 我给你提示 我讲过我都这个市场啊 证券市场它没有秘密 证券交易上是没有秘密的 所以很多事情都有人会先知道 那因为有人先知道 他势必会在场内做一些交易买卖的行为 对不对 好 那交易买卖行为 你如何能够从筹码上面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一路以来 我们从交易员做上来 我们所我们每天在盯的那个数据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运作量 运作量的数据 运作量是怎么截取什么样的数字资料的 我当然我不便透露 但是我从节目中我可以给你看最后的画面 你去看 当初我们看到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去操作6233的旺九 你看画面上可以很清楚看到 各位有看到画面 拿近一点 当初在起掌的位置在这个附近 这个区块嘛 对不对 那这个区块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区块里面是不是下方蓝色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出现蓝色柱状体 这个蓝色的数据 代表说在这个准备起掌 准备起掌前的这个最后的末端呢 事实上是有运作量在里面运作的 每天几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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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他都有显示出来 没有的时候就是没有 有的时候就显示出来 所以跑不掉的 跑不掉的 所以既然有运作量了 那请问你 你向上去看当时运作量的位置在哪里出现的 是不是一档标的 是不是一档股票 准备来 你看画面 出现运作量的位置 是不是一档股票 准备起涨 准备起涨的这个位置 有没有 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当你看到一档标的 出现运作的一个现象 运作量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那我们不一样 我看到运作量了之后 其实我们也知道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我说如果你知道旺久 他接到中国大陆的智能家电的大订单 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然后你又知道旺久的投片量大增三倍的话 你再去看这件事情 你再去看这个数据运作量出现 请问你会不会买 你一定会买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背后的原因 我说过 今天我单单给你看说一档标的 我单单跟你讲说一档标的出现运作量 你赶快去大买 你赶快去大买 你又跟我说老师 是啦 出现运作量的标的往往是向上走 没错啦 但是 我 我不太放心 我想要知道为什么人家经常运作 对不对 我想要知道人家为什么要在那个区块里面 要经常去运作那档标的 为什么 我想知道为什么 那如果今天你知道了为什么了 你还不敢买吗 对不对 所以我 所以我为什么 刚刚我倒着讲 我先跟你讲 在准备起涨前是不是看到运作量 有没有 那为那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那你看到运作量的时候 你还不敢买 对不对 你在犹豫不决的时候 我跟你说 中国的智能家电的大单 然后加上旺九的投片量大增的三倍 你就知道了 原来为什么在那个位置出现运作量 赶快买可以买赶快买 所以我们为什么带我们的客户去这一波有操作6633旺九 今天你看逆势大涨再创波段新高 最后原因是什么 还有在起涨起涨的时候 准备酝酿起涨的时候 这个是准备酝酿起涨的时候的运作区 有没有 所以买股票买哪里 所以买股票最佳的波段的买点就是什么 运作区 出现运作量的运作区 买股票要买在这里 运作区 再了解意思 那是不是可以获利了 所以问题来了 就再拉回到 那你没有跟着操作 这一波没有做到旺九的没有关系 你现在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操作的话 那我今天就会提醒你 这就是我讲的 所以你现在要买的 就像旺九当时这种运作区的位置的股票 好 那有什么股票现在正在运作区呢 有什么股票在运作区呢 重点就在这里的 有一档标的 有一档标的我 帮他取一个名字 那这个名字也是要鼓励各位 所以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奋发向上 一档标的 我暂时我们先叫他奋发向上 那这个四个字奋发向上 也是要鼓励 鼓励你在犹豫不决的 鼓励你想要寻求帮忙的 鼓励你自己操作都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都没有跟上这个 这一波行情涨1000点 你都没有办法跟上行情的 这些投资朋友们鼓励你 我们奋发向上 来买一档股票 来买一档股票 他目前就是在这个运作区 他就是在运作区 那我叫他奋发向上 那他在运作区 好啦 出现运作量了 那问题来了 老师还是好问题啊 我们都看到他有出现运作量 有人在里面动手脚 好 那请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就像旺久 你知道有中国大订单 你知道他的投票量大增三倍 然后你又看到运作量 你当然敢买啊 对没有错 所以我今天竟然敢跟你讲一档标的 他我们叫他奋发向上 跟你说赶快要买赶快买 邀请各位一起来买 原因当然就是因为 我们看到运作量之外 背后原因我们知道 好 那 我要怎么跟你讲背后原因呢 因为我讲太多了 又太明会怕太明显 好 呃他跟AI有关系 我就暗示的方式了啊 我不能够讲明 譬如说像旺久 他接订单什么 我不能讲那么明啊 我只能讲说他跟AI有关系 那在AI族群里面 又跟他属于同类别的股票 很多其实都推上去推上去都涨了 他就是还没涨 所以相对大家都一样的 大家都在立足点同样的位置的前提之下 为什么你们可以涨我不能涨啊 那所以这档标的 他已经属于了相同的一个概念里面 他是属于这个位阶最低了 那所谓叫位阶最低就是他被被低估了啦 他被低估了好 然后呢 他不只AI 他又同时又可以 又可以这个 这个 连结到所谓的一个先进封装 Cowars的一个概念 所以不管是Cowars的概念相关的个股也好 或者是AI的这个 这个产业的一个相关的个股也好 其实大部分都动了都涨了 而就属他 就只有他都没动 那没动的话 你去看筹码也不意外啦 因为之前也没什么人 没有人在运作嘛 所以我说筹码重不重要 很重要 可是到最近呢 也开始有人在运作了 开始有人在运作了 那我想请问你 他又是Cowars的题材 然后他又是这个AI的某一个层面的一个受惠者 我不能讲名啊 很抱歉 那你说他又出现运作量 是不是这个时候去买他 就是一个波段 未来一个波段上去 赚个两成三成跑不掉了 的一个最佳时间点 所以现在这档标的 我叫他奋发向上 他在什么位阶 我拿旺久 现在旺久的图给你看 现在奋发向上 就像旺久的这个位置一样 人家在运作了 准备要上去了 那你问我为什么 他的背景是什么 我刚才讲了 AI加Cowars AI加Cowars 这种股票 都看到运作量了 你说你不要 那我问你 那你要哪一种 你不能跟我说 你每天都去追当天的 当天那个涨一波的两 涨了一大波那种股票嘛 不是朋友 你记得不要去抓那个 已经被很多人在推荐的 很多人在介绍的股票 你懂吗 因为很多人在介绍 很多人在推荐的股票 代表他已经涨了 一波又一波了 可能量都放很大了 那个已经不是 那个已经不是在 起涨位置了 好 那个随时人家要出货 要到货给你 马上就快速下 快速压回了一大波下去了 你马上就套牢了 AI股票买在一个转折区 就是我们所谓的运作区 准备转折前的运作区 那转折前的运作区 起涨前的运作区 往往他是股票看起来 你不会觉得他很强 你不会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 你不会听到别人跟你推荐 可是买点就是在这里 所以我说我一定跟各位讲过 我说你听我节目的 也不是听一一天两天的 你都常常常你都你都很了解了 就是我讲的 我跟传统的台面上的分析师 出身的方式就是这个不一样了 就是说我们我是出身在 我们是我也不能讲出身 就是我们是来自这个做交易员出身的 做交易员出身的 我们不是做研究员出身的 所以我们做交易员的人 重点永远都是放在 我要在什么时机投放资金 交易员在乎的是我今天这个时机 我投放资金 我担的风险是不是最小 可是我的获利率是不是最高 交易员看的就这件事情 然后他也会去看基本面 研究员会去看的东西他都看 可是他看完之后他会去确认一下 好了那这家公司很棒没有错 可是我要知道的是我现在投放资金 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 或者更多的资金下去的话 这个时机是对的吗 是不是风险最低的时机 而且是获利率最高的时机 所以基本面加上那个出手的timing 时机是一个交易员他很重视的东西 可是研究员他不是研究员 不管未来获利率多高多低 不管我只管他们只管数字 他们只管未来他会赚多少钱 股价应该到哪里 他们只管这个 就算买完之后股价先跌个两成三成 他都他都觉得无所谓 只要额后会上去就好 研究员是这样做 可是你能承担吗 一当股票你买完都先跌个两成三成 未来还是会上去啊 你能接受吗 你不太能接受 因为那个两成三成足以让很多人 可能就已经就已经在对对对股市 可能已经已经完全失去的一些信心了 可能已经完全已经没有办法 在在在台北股市生存都有可能啊 所以有些人本金可能就一百万 先跌个两成三成各位你能接受吗 所以那个出手时机timing重不重要 其实是相当相当重要 所以你要所以你跟着一个研究员出身的分析师做交易 跟跟我们一个交易员出身的团队一起操作 那个差别是差很多的哦 所以我刚才所以你看我节目 你听我节目你发现不止忘久了 不止过去的任何一档了 还有我现在跟你说你可以来 我们来奋发向上买一档股票奋发向上了 其实我都会强调他背后有故事 可是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 他发我必须要看到他出现什么 运作量我要判断我现在去抓他 是不是买在运作区 运作区就是起掌区啊 运作区就是起掌区 一破断起掌的钱的这个起掌区就是运作区 所以忘久有啊 中国订单投片量大增三倍啊 有啊有题材有故事啊 可是问题是什么时候买 好久意思哈 好 那再来 现在要买的奋发向上 他有COWAS的题材 然后他又是这个AI的某一个层面的一个受惠股 哪一个层面我就不能讲了 AI的AI的层面太广了 你说我就不知道再讲名了 我不去暗示你了 所以他有他背后的story 故事我不能讲太名的故事 很抱歉啊 但是呢为什么我现在给你推出要买他 为什么要买奋发向上 因为奋发向上 目前就正处于像忘久一样的这个位置 运作量的位置 那运作量的位置 运作区就是什么起掌区 所以未来你要赚一波的 然后我节目中一公开 哇奋发向上是他已经已经长了两成三成了 我给你公开了 那现在有来的人买100万的当时到之后我公开的时候 你可能100万已经赚20万30万了 所以我所以我做节目都是这样子 我会先邀请你来 等到你赚了20-30万了 20-30%了 我给你公开 就是这种感觉 懂吗 那好 时间的关系 奋发向上 如果有兴趣要买的 同步买进的 那今天就跟我联系了 那跟我联系 有加LINE的 你在LINE上面就留 留一起买 加你的电话 有加我LINE的 你就直接私讯过来 私讯上面就留言 一起买 一起买 然后加你的电话 我们一起来通知一起买进 然后如果你要跟我一起操作 报名跟我们操作 参加我们团队的 我说过了 今天我们就奋发向上的特别专案 那我给你报名的会费 我们会提供一个甜甜价给你 甜甜价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 就是让你不要压力 直接轻松报名 然后跟着买股票 欢迎各位加入我们 我们一起赚钱 我们一起买 起涨区的股票 买运作区的股票 我们一起赚钱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